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欢迎马英九总统进入我们的会场 现在我们要邀请主办单位的贵宾为我们之欢迎茨 首先我们要邀请的是台湾生肌院筹备委员的主席 同时也是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李中希博士 今天升级月又再一次创造了好几个高峰 今年的展览跟马总统报告我们搬到四楼来 这是最大的展场 一下子就满了 1260个摊位 超过600家厂商 那么特别是民间的厂商展出的面积增加了20% 所以这个也看得出来我们产业是快速的成长 另外一个在国际研讨会里头 国外的参加贵宾的报名也超过一倍以上 国内也非常的热烈参加 所以我想今年的升级月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大家可以互相去连结串联造更多的机会 祝各位升级健康 失业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林聚司 那我也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 升级月的活动主要我们叫做五合一 除了升级大展之外 昨天开始就有亚洲的升级商务机会的高峰论坛 然后明天开始有两岸生意产业合作的高峰论坛 然后今天下午开始有我们叫做一对一的商谈会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系列的我们叫做主题研讨会 今年有六个主题分别召开 所以这几天活动非常多 谢谢所有的很多的专家来跟我们做演讲做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 能够让各界看到我们的升级业很快的开发结果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林聚总理事长 台湾升级月 继升级产业生级大展 做了延续过去的基础 展出许多诊断 医疗器材 以及生级产品之外 刚刚可能理事长也提到 还增加了许多的活动 包括亚洲生级商级高峰论坛 两岸生级产业合作联讨会 跟一对一商机谋合活动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商和代表参加 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生级厂商 产品展示服务技术 以及薪资交流合作的一个最好的平台 因此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种展览的活动 让业者跟全世界的厂商研究机构 有更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在这里祝福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大会 顺利成功 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大庆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欢迎请总统 这就是我 我们谢谢总统的典礼 我们接着要请总统 为我们颁发2015年最新出入的 杰出商级产业奖 我们非常恭喜 太景生物科技 所获得这个年度创新奖 那我们现在颁发的这两个 都是年度创新奖的同主 非常恭喜两位 恭喜 恭喜许博师 那非常恭喜 以上太景生物科技 以及药华医药呢 我们是获得潜力标杆奖 非常恭喜 南方化学 是要获得了2015届出生 计创业的金指奖 那我们提供来 可以留年我们再次掌声恭喜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我们台湾生计传业的希望 谢谢我们恭喜所有的得奖主 也感谢所有的得奖代表 那我们一起倒数几时 5 4 3 2 1 我们再次掌声过 2015台湾生级月 生活科技大展正式节目 领域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们2015台湾生级月 赞啦 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家民的莉莉 因为您都支持主菜女 才让今天的台湾如此圆满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五千块 每个人都支持主菜女 我们来一起做主菜 你们来得到主菜 一个人的ל面 所以我们已经 achieve 第一个人的联合 决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